我们就会显示R2的Supply Change Management的模组 和Campaign Management的分项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会包括几个东西 首先就是Item Creation 接着就会有Sales Order 和Assembly Order的Creation 收货的动作 收货的动作 接着我们就会有Campaign和Segment 那我现在做一做个Demo 这个就是NAV最新的2013R2版本 那你会看到其实它的Look and View 和Windows格是有点相似的 那我们呢 其实这个呢 基本上 比如你按不同的按针 你去到不同的模组 那你可以去 按相对应的功能去做的 那或者你可以 所以如果知道功能的名字 你可能在这里 你已经知道 譬如你打Item 那你就可以直接去到Item Card 那我们现在首先第一个做的东西 就是去Item 那Item呢 就是一个Assembly Order的制造 那我有一种Item 叫Package 那我们去看看这种Item 那这种Item呢 其实呢我的定义呢 就是想它呢 是一种被制造出来的Item 那我们呢 我一后一会介绍一下 讲一下 論如何自己去做这个Set-Up 那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做 一些Google 那我们去调乎其他一些Feel 這個是Item Card 那这里呢 那能会有一些 譬如CAD Itemategory Product Group 那其实可以给你做一些Item 群形成型的分别 那譬如说 Product Group 其实是Item Card 那你那些Grow 풀 那你配出来 你去下你的Item 那裡呢 你可能做一些报表的时候 會更容易看到整個CAT的某些資料是怎樣的 這裡有Basic Infantry的資料 其實我們的系統都會有幾種Costing method 譬如常用的FIFO、FH、Standard、Cost等等都會有 我現在就設定了這個是FIFO item 另外我這裡設定了 它的Repernishment的方法是 即是會計算出來的 其他選項例如一些Purchase 即是一些Production Order 我這裡設定了它的Terms兩天 我們也會有一些叫Reorder的Terms 譬如說究竟如果不夠貨的時候 它會根據什麼系統推薦你去補貨 譬如根據一個FIFO的Reorder Quantity 也就是可能說 譬如根據一個MX的Quantity 你最多可以補貨整貨 你要根據你的Demand 可能就會是Not For Lock 另外呢 這個Item我還設定了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說Not Number 行Not Number 行Not Number 我這裡設定了一個Code 其實我想它做到的東西就是 可以看回 這個Batch的Item 即是可以用Dialog 這個Batch的Item 我這裡設定了 譬如所有的動作 譬如Purchase、Sales 所有的系統的 Positive、Negative 或者甚至Sandy 它都一定要有Not Number的存在 OK 我其實現在是很簡單的設定了這個Item 另外我設定了它的Component 就是這三個 Component123 我也可以很簡單看 譬如Component這些 我會再設定更多資料 因為其實Component這個 才是真正的原料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要設定了 如果它不夠貨的時候 我會買的 我去這個Render買的 就是向這個叫做1000 這個Render去買的 那這些我們就簡單一點 這些呢 這些原料 我就沒有設定到它 同一個道理 譬如Component2 我都有設定到 它的Render買的 它是Purchase入來的 Component3也是一樣的 那還有一樣東西 就是剛才很忘記了給你們看 就是譬如那個Course 你看到譬如這個Course 就是8元 我們再看看 再看看它是Render 10000 看回Component2 和Component1 我都有進入一個Course 10元 其實這裡也看到了 10元 10元 8元 那現在呢 PackageItem 這裡 其實我已經定義了它 那個的 就是它 它是一個Sandy 幫我來的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已經設定了它 就是譬如它 是由70062 現在是Component1 7063 Component2 7064 Component4 這樣去造成的 那我們呢 可以呢 再去一去 這裏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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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 就像一棵樹一樣的 這裏呢 就像一棵樹一樣的 即是如果假設 你這個Item 7062 再是一個Bank 即是再是一個 Assembly 那你其實就會見到 這裏呢 再進來 就是另一個架構 這樣看得到 那我在Item這裡呢 另外我也想想想想想想 看看 有一個叫做 Crossshare的資料 這裏呢 這裏呢 真的像剛才那棵樹一樣的 其實剛才說了 那個Item呢 除了有這三個Component之後呢 還有一個Resources 那你會見到呢 剛才那個Item呢 就是那個Component是10元 10元和8元 但是因為有兩件 所以變成16元 那另外呢 這個Resources呢 它會有一些Cross的 它有2.85元 的 一個Capacity Cost 還有一個0.3元的Indirect Cost 那所以加起來呢 這個Item呢 現在是有39.15元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可以Ready去做一個Self Order了 那呢 我就回到這裏呢 Self Order 那我會打一張單的 那就是我現在呢 其實你打一張單的時候呢 可以進一些Currency啊 那我現在就沒有進去一個本地貨 那我有一件啦 我需要一件 這裏是提到我沒有貨 那這裏呢 我就說了 這個叫做Quality to Accent to Order 那就是說呢 我現在想做一件這件 那它也提到我了 我 嗯 要有 要用一件這個 一件這個 兩個這個 這個 那你看到我Able to Assemble 是0的 我是不Able 因為我Image是沒有的 那我現在做了一張單之後呢 其實呢 我連Component都是沒有的 Component都是沒有貨 我們可以再回到Item Card裡 再看一看 那我這個Component呢 那我可以再看一看 那如果我們也是在這個 這個就是 Item Arabity 例如 Bueno 那我呢 我可以看一看 您能看到我呢 那你已經看到我呢 這個 剛剛這個 所以現在的一個零件是沒有負責的 因為我剛才的Self Order 開了 所以就去負責 現在我們就要入貨 買了那些零件回來 我們剛才進入了一個資料系統 我們現在就做一個requisition的分寸。 我在這裡可以做一個叫Kell的動作。 系統會因為知道我定義了1.0這個requisition去買的。 我這裡推薦了就是這些方式。 你會看到它會推薦出來的。 向這個requisition去打。 都是我們要的東西。 我按Carry out action message。 其實現在就說生了一張requisition的分寸給我。 就是這個。 這三個component。 我在這裡。 其實因為我 剛才進入了一個formula, 是2day unit time的。 所以這裡你會看到, 譬如它會幫我計算。 那個requisition day和order day, 它有兩天的距離。 其實這個requisition order, 它會需要做一個收貨的動作。 可以直接在requisition order做收貨。 但是如果你說, 其實我是另一隊人去做。 即是PO還一team vendor。 而不是, 還一team的user。 即是收貨是由warehouse team去做的。 那我可以叫它, 不可以在PO這裡做收貨。 那我先確認了這個PO。 我按一個requisition的按鈕。 我按一個requisition order。 那我們會回到warehouse的requisition order做。 那這個呢, 可能是專門用一些倉的同事去做。 它現在就說去收藍式倉的貨。 那我去gap這個PO出來。 那我gap這些PO, 即是說收貨。 那我就可以按pose。 那我先開給大家一個名字, 那我先用上去做什麼就算用上去。 好啊! 我先用上去行證明書。 那我先用上去。 那她先去補充的我們。 那我先用上去。 那我先用上去。 那些東西有一個圖書。 我先用上去。 那我先用來這邊。 那我先用上去導體那 IT, 那我先用了一下。 那我先用上去。 那我先用上去。 那我先用在看 Deus。 我們回到這個項目的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其實回到這個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你會看到這個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因為我剛剛收到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我現在回到這個項目的項目的項目 這是我們的項目的項目 其實我現在基本上 就是我的原料已經回來了 其實我應該是可以出這件貨 但是我們因為這個項目的項目 我們現在是行0 所以我們先把項目的項目 回到這個項目的項目 我可以在這裡 這個項目的項目 這個是S&B項目的項目 這個是系統幫你自動去 是基於你那個Sales項目的項目 那個7人1 7人1就是這裡 因為它是行Lock number 所以我在這裡做了一個動作 我呢 因為我現在設了一個條件 其實我的Lock number 是可以系統排的 是基於一個Rending number 是基於一個Rending number 如果你說 可能日後來的個案 可能是基於另一些 可能是基於一個Rending number 就是不是每一次都項目的項目 到時候你可能只要人家1 那我現在就押了 那我押了 那我押了這個0006 那其實我現在呢 理論上我可以收貨了 不過一樣東西 就是我這個藍色倉 我也是定義了 就是如果要做出貨的時候 是不可以在這張Sales Order 就是剛才Perser Order的原理 我一定要是在另一個Document 那邊去做的 但是呢 我們可以留意一下 這張1005的收貨 但是呢 現在呢 是沒有Shift的 Shift的是沒有東西 可能是Shift的 好了 那我現在呢 就回去Rarehouse的模組 好 就OK 好像剛才收貨 我這一次就出貨 我這一次就出貨 那麽 我就趕來 96 就算是 現在是Shift的 你會看到,其實我已經收拾了, 你回來後,這張Sales Order在這裡看, 100005, 你會看到, 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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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的是0, 這裏, 我們會看到, 它現在看到, 它現在是0, 相對的, 我們先去Item card裡, 我們會去Item card裡, 去Item card裡, 你會看到它的設定, 再到這裏, 可以看到它, 你會看到剛才我們那隻是006,它是有Assembly,是有做過的,但它後面有Sales做了。 我們是跟其實,因為那些NOT number,就是那個,我現在按這個Enquiry的方法,就是進來的Item,再進去History找, 但我們這裏也有一個Tools,譬如叫做Item Tracing,你可以在這裏直接打那個,打那個NOT number, 你按NOT number,它會讓你看到它的History,它是銷售了,從這個Document,102035那張銷售,其實它是Assembly來的, Assembly就是A0004的Assembly是做過它出來的,所以這些資料都會有給你看到,除了那個由來, 現在的最後一個項目,就是Campaign,我們首先看看Campaign,這個大面, Campaign,譬如我想做一些活動,可能是我發電郵給一些客人,可能是發電郵給一些客人, 然後,我現在設定了一個叫Winter Sales, 那你見到,其實我在這裡,就是最簡單來說,我設定一個Start End Day, 可能是這個Self Person負責,然後我就可以設定, 我是想Target給一些什麼人,那我去這個叫Segment的地方, 那我現在按一個New Segment, 可能我就說是給一些叫VIP Customer, 然後我在這裡,可以做一個叫Add Contact的功能, 那之前我們再進入多一點資料,那譬如我在這裡,可以進入, 究竟我跟他做什麼交易? 譬如我現在就說,做一個Files, 即是做一個Files給他,那我稍後帶你們去看, 我現在就看到這個Files給他,看著這個Files, 我現在就搞定了,我現在就放些人來, 就做一個叫Add Contact的功能, 那這裡其實可以選擇, 但基於你在出現的Files, 你可以加一些人進去的, 那譬如我現在呢,就是這個demo的products 那我就放一個我用開的contact 我想放一個簡單一點 那其實你可以繼續做 又或者因為我放了最小條件 如果你沒有這麼小條件 其實你又可以加很多很多contact in one 甚至你可以放一些group去加一些contact 那好吧,我加了之後 這些是我的campaign target OK,那我再看看那個interaction campaign 那其實我之前已經申告了一個叫fired的interaction campaign 那其實主要來說,我們就要定義 譬如說,它會不會是一個attachment的形式 那你記得我這個是yes來的 這個是attachment attachment,我選了yes 那其實呢 那我之前呢,就已經申告了 可能有一個字叫fired的 那當然啦,其實你可以做得好一點 你說譬如,譬如一些圖像去做出來 那這樣做,那沒問題的 你也可以做一些有dynamic task的 例如,我們可以做一些 譬如,譬如我們可以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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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平時做一些功能 可能這些是一些Dynamics 基於你的客戶的名字 來取出一些貨幣 所以我可以做到的 主要就是這個attachment 即使你有時說你想計算成本 其實你看到我這裡有個Course 你到時可以知道 基於你的Course有多少錢 我再回到這個campaign 其實我現在已經有人了 我有一些人 即是我剛才的Segment這個位置 我加了一些人去做這個 其實我甚至可以做一些Promotion 譬如我現在在這裡設一個Price 設一個SpecialPrice 那我就說 其實是這個campaign 那我就說買些什麼 譬如我會說買這個Bicycle 買Bicycle可能現在是減價 就是99.9999 這樣 那我要Actubate這個Sales Price 它才會有用的 好 我們再看看 我剛才做了一個Segment之後 其實我可以再做一些interaction 譬如我現在就選擇 就說email給他 那我在這裡就可以選擇 譬如說我想send attachment 那如果send了的時候 其實就是可以自然發送email 給客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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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選擇 那 那 那 我現在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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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到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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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已經是… 我首先要把它轉一轉一轉, 轉回我的耳機, 否則一會試不到 OK 我現在嘗試發射電郵, 大家可以看到發射電郵, 其實發射電郵都會有多東西看回Facebook, 我自己的電郵其實現在開了, 大家可以看到, 即是這個Template, 譬如有Logo, 這個是我的客戶的名字, 所以它這些, 即是這裡是懂得賺名字, 根據你的Contact Card的名字, 去賺回來的, 那好了, 我現在呢, 其實就已經生了一個Cancelio Customer, 那我當作其實客戶回來了, 就說想下單, 知道你現在這個Bicycle這麼便宜, 那我在這裡, 再開一張Source Order, 我現在呢, 那我在開Source Order的時候, 其實我要進入一個Campaign Code, 那就是剛剛那個Campaign Code。 那我選一個Bicycle, 那我選一個Bicycle, 所以, 就選一個Bicycle, 這個只是提示模仿而已 你看到價錢是99.99元 還有一件事就是其實剛才在這個Campaign 我們有一個叫Dimension的設計 我們先看看這個Campaign 我想讓你們多提一些東西 這個Campaign這裡 我在這裡其實已經設定了一個叫Deford Dimension 你記得它叫Winter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開剛才的單單的時候 就是我看到有一個叫Deford 你看到我在這張單,其實我剛才只是進入了Camping Code,但是他這張單都會帶回Winter這個Camping Code的資料下來。 好處就是當我獲獎這張單的時候,其實這個資料都會帶回到General Ledger, 然後他們的同事會看到一些數字的時候,譬如看到你為什麼今個月的Sales的Figures是從哪裡來的, 知道原來有一個component就是由這個Campaign來的,Winter這個Campaign來的。 好,我現在就模擬收貨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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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會下來這個LU10這個Campaign。 那麼,我在這裡, 我再去Ledger Entries。 你可看到剛才這張單, 國營環斯有03026, 因為我買10件嘛,99.991個。 那麼,你看看Dimension的這張, 他會有落到Vinter那裡。 那麼,哪有你會計的東西都不試呢? 即是因為這些是Generator, 還有一些會計的數字。 他會可以知道原來這個999999, 是因為這個WinterCampaign的入內。 那麼,另外呢, 我們剛才呢, 其實那個sendemail, 那個contact,CT0007。 那麼,我們可以去回他那張contact那裡。 但是,我們可以去, 我們是一個我 fund的那張里, 那個可能性就是要用的沒有咨擢。 那麼,我們可以去幾次人的問號嗎? 對,謝謝你們。 那麼,我們可以去回弄一下。 那麼,我們可以去回答一下。 那麼,我們可以去回答一下。 就是在那邊的數字上提到的。 那裡 spoken,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資料, 這裡有一個International Entries, 那你可以在這裡看到什麼呢? 那你可以在這裡看到什麼呢? 譬如就是剛才這個,我們用Goth這個身份, 那你可以看到它, 我剛才的Description是VIP Customer的那個, 你會看到那條Log, 其實就是說我們跟它做了一個Interaction, 那而剛才它買了那些單, 其實它在這裡也會有那個Inward的Record, 那Campaign呢,其實就是, 其實Inward Marketing那裡可以做到更多的事情, 那這個是一個簡短的其中一個功能的介紹, 那我們今天的Presentation就是這麼多, 那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